事情的起因源于这张图片 8月29日 从今明8岁的小男孩唐浅浅 因为爸爸出差 临时加班的妈妈就让浅浅拿20元去买点吃的 然后浅浅带上纳税钱去吃了火锅 自己点菜自己烫 还懂事的给妈妈留了油点和碗筷 然后这次浅浅的消费账单 据说一个人吃火锅是孤独等级的第五级 那么你们最高等级是多少级呢 今日散心省教育厅等部门下发新规 明确散心省高校家庭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 其中有几条 姐家子经常外出旅游 消费超过当地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 在校外租房或者经常出入营业信网吧的 平时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周围同学平均收获水平的 这里个人要说句题外话 相对于其他的娱乐活动 其实上网算是比较便宜的消费方式了 安徽富洋一名女子阿玉 在连续一个月不吃晚饭 并且天天锻炼的情况下 却已经没瘦 无法接头限制的她经常借酒消愁 27日阿玉坠倒路边 富洋展庙派出所民警劝解 减肥要坚持 不能因意识成效而至暴之气 随后民警将行护送回家 不知道该说什么 送你一个土豆白西瓜 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8月30日 在武汉举办的第三届 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 中国航天客工披露 我国正开展高速飞行列车的项目研究论证 相对比现有民航客机 高速飞行列车速度提升 最大速度可达到400公里每小时 而目前民航客机的飞行时数 约为900公里每小时 武汉到北京可能只要30分钟 浙江金华红葫芦小学 今年用了个新方法叫 砸金蛋订老师 29日晚上 家长们将会亲自为孩子选老师 四个金蛋里 每个都成了一张红纸 上面分别写了班主任和任客老师的组合 四个班级共四组 据悉 此方法是为了避免家长造关系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新浪环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问怎么投稿 可以微博私信我 或者B站私信我 你问我是不是中瓜的 明天你就知道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